是为了飙门 我的刀可快了 还有两次机会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果然名不识顺 大家好 受死吧 来 手下留情 你到底还是出来了 少爷 能在代老爷子跟前 抽出刀来的 世上没有几个人 输给他不丢人 你抱着刀来是来救他 有代老爷子在谁敢说救 我张端和只是想在代老爷子刀下走上几章 也不枉今生 难得 能在我面前拔出刀来 有老爷子这几句话 我这几十年的功夫就算没百变 功夫练得不错 我可怜你受得这身苦 走吧 除非你把少爷放了 我会跟他拔出刀来 我还没想到 你会再帮我 这几个人 我会想到我 你会帮你 那我帮你 多棒 你一定会帮我 不然 你帮我 你帮我 来 你现在气血逆行 再动就会受内伤 我看了你五招 是因为五招之内 我没把握不伤你 你尽力了 走吧 炮碾子一点阵八方 远近各处皆相应 给我来个痛快的 碾君的碾 取鞭炮碾子的含义 一点就诈 官府要是欺压百姓 百姓一喊联军就到 听说标门当年有人 化名加入联军 投赛老帅回下 他刀法伶俐 被兄弟们称作不见血 不见血 标门里没有这样的人 那你怎么会留着那军旗呢 所以偷其害物 是你的好主意呀 老帅他死了 棋子却应该属于少主 少主 谁是少主 他就是老帅的儿子 老帅三儿一女 都被兴兵擒住 送到京城里问了展 此事天下人都知晓 当年在洛阳的时候 大伙儿勤了一伙洋人 老帅九岁后捉了一个洋人 女子进了房子 谁想就留了后 孩子叫山猫 因为她的眼睛是绿的 你杀了我吗 景颜 我不是二毛子 你屁死我吧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呀 少爷 睁开眼吧 我求你了 让他发个毒誓 一辈子不许进山西 没想到啊 你武功挺好啊 你为什么对我仓主 少爷 先发个不再来山西的都市吧 我 我呸 从小到大你都告诉我 我爸是朝廷 派去美国的留学生 现在怎么出来了 一个碾居的老帅 你为什么骗我 你为什么骗我 说 少爷 我是怕你真惹成官府啊 现在还不是一样吗 看来我只能是一个土匪的命啊 少爷 咱可以携手不干了 放屁 说 我妈是不是生下我以后 被我爸给杀了 说 没有没有 他找机会逃走了 老帅给他放的 他去哪儿了 有人说在京城见过他 我去找过 他没见着人 我妈是哪国的 不清楚 长什么样 不知道 多大岁数 搞不清楚 长什么样 你总看得清楚吗 长得都一样 总得有点特征吧 反正一看就是个女的 一看就是个女的 放屁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恩断欲绝 你别总像一个大鼻涕一样粘着 我甩都甩不掉 我甩都甩不掉 甩都甩不掉 你离我远点 你这个大骗子 少爷 少爷 你生下来就 就跟着我 是我把你带大的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啊 我告诉你 滚 你给我滚 滚难远远 少爷 滚 你 你